潘兆聰 恐怖在戰 這位女士的身份是她曾經在當時的酒樓 溫沙酒樓 應該是溫沙酒樓 她說是摺善生 我想是櫃桌或者職員 類似的 為何突然會跟你接觸 她是這樣的 其實她一直都不覺得有靈異 直到現在你都不年輕 這位女士都要你想想八幾年的事 她近期去了澳門 接觸了澳門狐仙堂 因為她突然覺得跟胡仙很有緣 現在才回想起 現在回想起覺得有這樣的事 事緣她近期專用了智能手機 因為她之前都沒有用 她就看到很多資料 回憶起這件事 當然自己在這個地方做過事 是的 但她是太年輕 覺得這些事是假的 是 那不如我現在聽聽她自己 說一下這段經歷 她自己說 會清晰很多 聽聽 我姓陳 今天我打過來你們的胡仙堂 來拜胡仙 事緣在1983年 我在香港的溫沙皇宮酒樓做了電話生 當時報紙大事宣約說 溫沙皇宮酒樓有很多胡理 擺酒 咬死了請客的主人家 例如擺母月酒 擺結婚酒 和仇酒 那些主人家 擺完酒之後 就紛紛都離奇地暴斃 他們報館就被人吹噓 就說被胡仙咬死 那些報紙就大事宣約 那些收視率就高 那他們增加他們報館的收入 事緣 事緣多時我做田華生 我是見到有些類似人郎 或者狐狸的公仔在牆上 但是事緣就有幾個清潔打納工人 有一次就幫我們溫沙皇宮酒樓的外牆 那些雲石就打納 就見到這些胡理 就打電話去那些報館 就作很多故事 但是他們說那些什麼 擺酒的主人家 被那些胡理咬死 什麼暴斃 我真的沒聽過 這些可能真的是他們的謠言 但是胡理那些 就不一定是胡理 但是牆上 有些類似人郎的公仔 當時我也都牽涉在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我們太智爺 我請了一個高人 就帶了公事包 放了一條褲子 就放進去 來著我們溫沙酒樓 放在一個地方 然後他進了大禮堂 就避了這個胡仙枕 我當時就進到電話生 我就好心 看到公事包就這樣 扔在外面的桌子裡 就走過去 當時有茶客在那裡 我怕茶客拿了公事包 於是乎 我就跟他拿了 放在醫務家裡 隔了十幾分鐘 他們走出來 就很兇問我 我的公事箱呢 我放在那張桌子裡 為什麼不見了呢 我說 不好意思 我幫你拿到醫務家 我怕人拿了你的公事包 嘩 當時他臉都黑了 就說 誰會這樣做的 然後他就拿回來 就走了 隔了半個小時 他打來我們酒樓那裡 就找我們酒樓的當時的主場經理 就跟他說 叫他炒了我魷魚 那那個主場經理就問他 他說 這個同事做得很好的 當時我做分的酒樓 這數我最高的 做了幾年 他說做得很好 炒他有什麼原因 他就說 他說 我們其實這陣子生意很低落 除了茶客多人喝 看那些狐狸之外 晚上就沒有人擺酒 為了我們鎮了這些狐狸 讓風波消失了 於是就找了一個高人 叫我放一條符 約了幾點鐘上來 放下 打走一些狐狸 怎知道這個同事拿走了 他就問那個高人 這個是什麼人來的 就說 是我們一個女性的電話生 立刻那個高人就說 這個女性一定是狐仙托勢 他來救了一些狐仙 救了一些同類 他是不利於你酒樓 所以一定要炒他 當時之後 就下了命令 跟這間酒樓分店說 以後逢是家人工 升職沒有我份 果然到年尾 那個家生升職 真的沒有我份 唉不過算了 無緣無故要在這個狐狸風波裏面 又被人說我是狐仙托勢 其實開頭都不是那麼開心 不過不要緊 1983年發生了這個狐仙 這個鬧文之後 1984年的五月份的新歷 我就結婚衝了起 但一直我也很篤信狐狸 不是害人的 特別是狐仙 我覺得狐仙是一個大神 就是保佑別人的人緣 美貌和幻財 所以我就很篤信 那好吧 此以後再聯絡 拜拜 原來有一宗這樣的事 當然他跟你說 我們會相信他當中所說的話 我覺得他很慘 這個女士 其實他真的做得很好 他怕整個公事班不見 正常來說他都會保留 或者放在一旁 比較擔心 是的 誰知道你原來是震狐狸精嗎 那老闆放下來就沒辦法了 是的 但又奇怪 你這些重要的事 怎麼會無端都放在一個 這麼開放的環境 我估計可能他怕人知道 又不想讓員工知道 那你一定知道 你放在那裡 他放在公事包 不是負責 那員工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但是也很奇怪 你是師傅 對嗎 如果你現在有這麼重要的事 還要鎮住狐狸 是狐仙 你也不會無緣無故放在公事包 那可能會等夜晚的人關門後才做 也不會是公事包 可能外上的事情 你也會覺得這些不能碰 但可能師傅沒有下去 可能被太子 然後太子又害怕 那就是最多人的時候下去 那就是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那他就吃了死貓 擺明 那還說他是狐狸精 救了他出來 救了他 其實我很想知道這個高人是誰 但是查證不到 看完了嗎 沒有了 最精初的部分 看不到的了 這只是恐怖在線 每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到一個小時 免費節目的說話 可以在星期一至五晚 大概11點 達8個字 可以去到admundpun.com 至於在Facebook 只要你like了我們的專業Hotbase 都可以看到的 另外Vchat的火嘴網 還有BigBigAir的手機APP 都可以看到大概一個小時的免費節目 但是如果你想看全集節目 大概有一個半小時的說話 麻煩你參與我們的月費計劃 現在聲音的月費就是30元 而視像是40元 只要你成為我們月費計劃的會員 隨時下載 隨時看完所有節目 還有只要你加了10元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 BigBigAir的手機APP 很方便 隨時在手機裡面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不用想 立即下載 立即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